在欢迎大家 在等候大家 今天早晨 我们要一起带着敬畏 感恩的心来亲近他 那先说明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为了配合防疫 所以我们整个敬拜的服饰 我们的同工都会戴着口罩 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今天就是 让我们整个诗歌呢 今天只有一首诗歌 所以只有这一首 就请你把握机会 用力的唱尽情的唱 让我们透过这一首诗歌 深入的敬拜与神连结 那我们也期待 在今天整个的礼拜当中 我们能够更深的与神亲近 所以一开始我要邀请各位 特别上个星期 维罗牧师有跟我们说过 我们教会今年度的目标是 爱往相连成全圣徒 也说到我们会透过以福所书 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信仰和上帝 设立教会的目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透过默想 比较多关于以福所书第一章的内容 重新的来认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 我要邀请你 我们一起透过宣告以福所书第一章 十七到二十节的内容 来预备我们的心更多清净主 好 都预备好了吗 好 那我们就一起大声的开口 宣告同影片上的经文 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 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 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 启示你们认识上帝 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 好使你们知道 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 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 是多么丰富 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 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 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使基督在天上 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 好的 我想这是保罗 为以福所教会的祷告 让他今天也成为我们 整个礼拜的祷告 我们为自己祷告 求主将圣灵赐给我们 也求主在今天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知道 主的能力 还有他给我们的恩招 有何等的指望 我们同声开口 来为自己的心眼被打开 能够经历圣灵的引导来祷告 我们同声来祷告 主啊 师父 我们向你欣赏 感恩赞美你 我们也是充满教会的主 主赞美你 是丰富的主 世界今天造成 我们求你来祝福 我们求你来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师父 我们可慕圣灵 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 更新我们 主啊 我们渴望你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使我们能够被我们自己来更新 谢谢主啊,再美你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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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让我们来敬拜他 在甘寒乌水之地我可慕你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 德旧在乎归会安息 德里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如银盏赤上坛 我们来寻求他 在甘寒乌水之地我可慕你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 德旧在乎归会安息 德里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如银盏赤上坛 主在你里面 主在你里面 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 神经相恋 主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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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他 来连结于他 来可慕他 主在乎归会安息 主在乎归会安息 德里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如银盏赤上坛 我等候你如银盏赤上坛 主在你里面 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 神经相恋 主在你里面 主在你里面 领受神明过水全约 永不枯见 歌词里一直说 住在你里面 你知道这个你是谁吗 让我们透过保罗 在以福所书第一章21到23节 所说的深深的来认识 到底我们是住在这个你 他是谁 我们一起来宣告 投影片上的经文 请 在那里基督的统治 超越了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 掌权者统治者和主宰 他超越了现世和来世 是一切的名号 上帝又使宇宙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 以他为教会的元首统御一切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充满宇宙万物的那位基督所充满的 哇 你知道你住在这个你 他是多么的浩大 多么的荣耀吗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来默想 当你住在这么伟大的一位主里面 你会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 有没有点时间来祷告 甚至你可以有一个大声的像主的祷告说 主啊 适得在今年让我真的住在你的里面 我们来为自己祷告 是一切的名号 我是一切的名号 是他所有的 是一切的名号 充满的成长 在此里面 幻不还是一切的名号 今天ród静的 是一切的一切 就是一个人生 是一切的名号 偶尔 在你心里面 igilio 我们也能够能够在你的里面 本来都解释了 如果你方便 我要请你从座位上实力 我们更深的来敬拜他 在看寒乎水之地 我刻不离 在旷野无人之处 我寻求你 德旧在乎归归安息 德里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影展翅上的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枝子与葡萄树 紧紧相连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灵守神迷惑水却越 永不枯竭 我们轻轻地来唱 住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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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是我们的祷告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灵守神迷惑水却越 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枝子与葡萄树 紧紧相连 静静地来唱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静守神迷惑水却越 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如同枝子与葡萄树 静静相恋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临守生命活水泉源 永不枯竭 主要是能我们赞美你 你是生命活水的泉源 主要你是葡萄树 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是枝子 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结果子 主要但你说 我们除非连结与你 才能够结果子 赞美你 因为你是超越一切执政掌权的 你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主要这么丰富的一位主 邀请我们住在你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今年深深的来经历 住在你的里面 是何等的丰富 是何等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不再做地上的孤儿 也不再做地上的流浪者 甚至不要成为地上的流浪汉 让我们成为在你的里面 有家可住的人 因为在你里面有一切的丰盛 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祷告 奉耶稣的圣明 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把时间交给司会 请大家依然站立 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育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国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国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的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大家请坐 那我们现在要来欢迎新朋友 我手上目前没有收到新朋友的名单 那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 可以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 好那也想要问问看 有没有其他第一次来或者是很久没有来的新朋友 好可能这里都是老面孔 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周围的老面孔弟兄姐妹互相的请安 好消息报告 好第一点 欢迎台神的道塑生来本会见习 今年我们教会是继续成为台神的教学伙伴教会 那有一位台神道塑一年级的吴淑珍姐妹 他会来今年的一到五月会来本会见习 我们请他站起来 好这位就是吴淑珍姐妹这样 他会来我们教会见习 然后也会轮流到各个部门团契小组来了解 所以请大家如果遇到他的话 就是跟他多多的认识 然后多多的交流 愿主祝福他在和平的学习 那接着是第二点 第二点是总务部的消息 感谢主我们的冷气换装是非常的顺利 而且进度提前 那现在正在进行四季的作业 接下来还会再进行第二阶段的 乌相的建构作业 那总务部他其实因为非常的贴心 为了我们的会友 所以都把工程集中在礼拜一来进行 所以如果礼拜一有在教会附近活动的会友的话 也要多多留意这个有工程在进行当中 第三点是2021年的乐活读经手册 那么教会四年一轮的乐活读经手册的新的手册已经印制了 大家可以到一楼的招待住来领取 教会礼拜一到礼拜五也都会在教会的网站 或者是透过email来寄送每天的乐活读经的材料 大家也可以加入这个乐活读经的分享类群组 可以看周报上面有一个QR Code 那在里面就可以一起分享乐活读经的心得 请让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 可以加入全教会的读经进度 然后一起来在灵命上面有所成长 第四点是青壮部的消息 一楼的宣教园地那里 就是宣教园地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在大门口一走进来往左手边走 那里的墙壁上有很多和平出生传道人的一些感恩跟代导事项 那最近已经更新 请大家可以拨控去看 一起来关心看代导 第五点是司马县教会有一个建堂的义卖 他们要预备重建 所以会提出了建堂的义卖的农产品 来让大家可以来认购 那下礼拜天就会有关于老姜啊 黑木耳啊 还有东姑这个的义卖 不过大家在第三堂才来的话 可能已经完售了 但是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之后还可以预约订购 所以如果有想要购买这些农产品的人 就可以密切的注意这个消息 第六点是会有的消息 本会的何美恩姐妹跟Android Gilbert弟兄 去年九月的时候已经在美国举行结婚典礼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亲友没有办法前往 因此他们又在下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半 在本会举行感恩的礼拜 邀请台湾的亲友跟教会的兄姐来参加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也可以一同前往给予这对新人祝福 接下来是守望祷告的时间 请身体许可的兄姐可以跟我一起站立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刻 仍然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为彼此 为普世来祈祷 代求 主啊 我们要为这世界祷告 感谢主让疫苗能够顺利的研发 但是同时在这个时间也有许多的国家 仍然面临严峻的疫情 医疗跟人力都出现紧绷 甚至有地方出现变种的病毒 求主联名这个世界 保守疫情能够早日的结束 世界也能够恢复平静 主啊 本周世界各国也发生许多的纷乱 美国的国会前几天 发生枪击暴动 造成人员的伤亡 同时香港也有许多 泛民主派的人士 遭到逮捕 求主抗顾世界各国 在这样分乱的情势当中 都有主的保守和引领 主 我们也要为这台湾来祷告 感谢主让台湾的疫情不致失控 我们都还能够聚集在教会 一起礼拜 也求主继续给予政府智慧 知道面对疫情要如何妥善的控制 在面对莱猪的争议时 也能够秉持着诚实和公益 知道要如何建构一个完善的资讯揭露的措施 来维护台湾的食品安全 我们也为这教会来祷告 本周日的下午会举办长职会 愿主保守新的年度中 长职同工团队能够经历主的恩典 一同建造主的教会 教会今年的主题是 暗网相连 成全圣徒 愿主带领弟兄姐妹 在今年能够彼此连结 成为彼此的祝福 共同在真理上面寻求 我们为这教母团队祷告 求主保守维伦牧师的家庭 服事及身体健康 都能够经历从主而来丰盛的恩典 主我们为子会南园教会来祷告 教会正在迈向独立堂会 求主持续引导他们的脚步 也保守他们 近期绝志的牧道友 能够继续可牧主的话语 我们为这传道人 临终先传道 李津津牧师夫妇来祷告 他们正在预备要前往泰国长宣 求主看顾他们 能够找到支持宣教的伙伴教会 以及经费的募款顺利 也愿主看顾金金牧师的母亲 她的身体健康 主我们也要为着我们 在病痛中的肢体来祷告 包含正在家户病房的 芽芽小朋友 还有理事会执事的外公 谢与其姐妹的父亲 求主看顾他们 能够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 家人能够有平安的心和体力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聚集在教会 聆听光圣牧师 对我们传讲的信息 今天光圣牧师 讲到的主题是 上帝的情书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聆听你要对我们 所传讲的信息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时请依然站立 让我们用感谢的心 来唱这首奉献诗 表明我们对上帝 全人全心的奉献 我将神明显给你 一生将为主 请你试试吧 千万别义 荣耗为荣耗 将近朝处处 心甘情 爱一生过程 世界寂寞的呈现自己 永远的属于你 阿们 请坐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会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 那奉献箱是放置在三楼和一楼的招待处 来听上帝的话 记载于诗篇一篇二到三节 这时我来读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他的律法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圣经读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 听他话语又遵行的人 今天早上光圣牧师讲到的题目是 上帝的情书 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 让我们在主日早晨 依然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 来敬拜你 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 听的说的都真实明白 建造我们的生命 也成为众人的祝福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几年大家流行使用手机通讯之后 其实最常彼此联系的方法 就是用这些各种的通讯软体 我知道我算是上个世代 虽然不虽然承认 听说FB已经很多人没有用了 听说很多年轻人都不用了 但我们是不年轻的人 所以我还在用 但基本上我们知道很多人 都没有在用过去写信的方式 现在有所谓的用email通信的方式 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也不常用 所以你的email信箱里面充斥的 都是没有用的广告信 因为真的有用的东西其实很少 除了公式 就是很多你在公共事务上面 你可能用email来做档案的传达或什么 情书这个词 你可能在几年前日本卡通或者是影集 什么告白小卡片 你大概会觉得是那样的东西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人 你可能以为你知道情书是什么 但你从来都没有看过情书这是什么东西 这跟你是不是辱蛇无关 因为现在人很少真的用手写字 然后写的满满一篇书信 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牧师娘彩凤交往之后 不到三个月就结婚 不过在交往之前 我们是借由书信来谈论彼此价值观的 现在看起来这些书信 严格来说应该算得上情书 虽然我们书信的内容 主要讨论的是彼此的价值观 对事情的看法 还有对上帝呼召的分享 我还非常印象深刻 当时收到信的时候 那种雀跃万分的心情 一封信看了又看的情景 心中不自觉的玩儿 事实上彩凤特别的 那个时候很有趣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不是多遥远以前 也不过才不到20年前 其实那时候Email 然后或者那个时代的通讯软体 叫做MSN 现在已经game over了 对 所以那个时代 其实是有通讯软体的 其实都有 但很有趣 我们刚刚见面彩凤 故意不让我各种连事方式 然后我们就用通信的 好 我就OK 通信 好 通信的方式 也留下了这些书信 它述说着 我们愿意让彼此更认识彼此 也述说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将怎么样来回应 爱我们的上帝 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 祷告常常是我们对这爱的回应 既然称作情书 当然是假设我们收到的人 会十分开心雀跃 并愿意一读再读 爱不释手的读者 生怕好像哪一个部分没看清楚 有哪一句话没看明白 尤其是那个打动自己的句子 更是令自己常常回想 生怕好像哪一部分如果没有看清楚 哪一段话没有听明白 很可惜啊 所以很重要 都会把它好好的看清楚 看明白 再好好的一遍又一遍的读 就像我跟彩蜂的情书 我现在虽然把它好好的收藏 但过一阵子 我都会再拿出来重新阅读 细细的品尝那段青涩的生命 也再一次回顾我们生命中的酸甜苦辣 上帝的情书呢 我们常常说我们十分看重上帝 我们常常说我们尊荣上帝 但上帝给我们的情书 我们有这样看重吗 我刚刚前面说 假设我们收到人会十分开心雀跃 不知道各位你在翻开圣经的那一刹那是 欢喜雀跃的 还是打开圣经第几页 圣经中一开始 上帝便透过创造天地的记录 来让我们了解上帝起初创造一切的心意 上帝说他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十分的满意 他也期待他所创造的人 可以与他同工一起来管理这美好的世界 接着虽然人因为失去分寸而得罪上帝 上帝依然怜悯人的软弱 为人们准备合宜的衣服和足够需要东西 但是人们所犯的错需要承担的代价 依然需要付上代价 圣经接着提到 当人们遍满全地的时候 人们却因为自己的骄傲 离上帝越来越远 终至招来上帝毁灭性的灾难 这个灾难看起来好像蛮严厉的 但是却也为这被破坏的世界带来一个重新的机会 新的世代上帝特别承诺 这样破坏性的灾难不再发生 并且上帝用一个自我限制的方式 与人定立了一个对上帝来说极度不公平的契约 一种限制性的契约 一种上帝绝对会遵守承诺 好好地看顾人 只期望人们好好地彼此相处 但是对上帝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契约 人太有限 不过人常常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获得一点点力量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无限 巴别塔的事件 我们就看到 那只是人们自以为是的蓄取 接着人们化地为王 自己想要当上帝 甚至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足 就会想要联合其他人的势力来巩固自己 却往往会被那些强权所吞噬 上帝曾经对撒末尔这样说 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一个被人所厌弃的上帝 对这群他所创造的人依然不离不弃的看顾 或许所罗门为上帝建造圣殿 这几乎已经是对上帝最大的尊荣了 这已经是人类可以做出最大的谦卑了 事实上却是什么 却是所罗门当因为依靠上帝所得强大的能力 丰富的资裁让他完全迷失自己 百姓在所罗门的管理里面 终日遭受压迫与剥削 直到新的世代出现 南北国产生极大的分裂 上帝对所罗门的赏赐有错误吗 还是所罗门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限制 在承受这极大丰富之后 却渐渐的偏离上帝呢 每个更迭的以色列王朝都见证着 倚靠上帝的兴起与偏离上帝的没落 最后自食恶果 南北两个以色列王国终治结束王朝的命运 不过上帝他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被召回的以色列人 重新在上帝的律法中重建他们的民主 因此开展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形态 这是清楚上帝教导 并且在列邦强权 借由上帝的话而越来越强盛 以色列人的故事 不过人终究是人 曾经摩西借由铜蛇救以色列人 结果铜蛇变成了以色列人的王国 在回归之后上帝的律法重建以色列人 却也因此以色列人中培育出一群善用经典 操弄人心的宗教领袖 连上帝的话都能成为操弄的工具 上帝的伤心透过耶稣葡萄园的比喻 真的是说的十分明白 耶稣在葡萄园人比喻这样说 他说有一个园主 他有一个大的葡萄园 而且在里面挖了一个鸭酒池 盖了一座楼 他租给了别人 这时候他有事情就都外国去了 等到收果子收成的时候 他就派他的仆人去 帮我去拿回我的很重要的资产 但他派去的人被抓被打被杀 这时候他就带另外一群人更大 派另外一群更大群的去 结果也煞鱼而归 这时候这个园主想 好 我派去的人你都不听 我派我儿子去 我儿子有足够代表性了吧 不过当他派他儿子去的时候 这一群成诸者却觉得 这个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把他杀了 占了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抓到葡萄园外杀了 当耶稣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上帝在这个故事中 所带来的那样的情绪 那样的激动吗 新约指出上帝律法的恩典 也透过耶稣让人明白 一文无法救人 只有从生命 生发出对上帝真实的敬畏与尊崇 才能够让人经历上帝最美好的带领 上帝的情书说明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情感 与上帝对人最深的期待 今天的经文出至诗篇的第一篇 许多人你大概都可以背上几句 尤其是你发愤图强要来背圣经 诗篇第一篇背完很开心 第二篇算了 所以你通常都只会第一篇 或者是第一篇你背一半 所以你通常会第一篇的前三节 那今天的经文你大概都还记得 这段诗歌清楚的指出 诗人明白如果人人愿意敬畏上帝的律法 那真的是人们生命最真实祝福的泉源 我们刚刚用了一个叙事的手法 把圣经从头到最后简单的走一遍 但诗人他更精确的指出 上帝的律法或者是上帝的话 是滋养人生命的泉源 诗人说不要以这个世界做恶的法则来做事情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途径 不要坐在那骄傲人的位置上 乃是要以上帝的话为准则 这样的人才能够经历上帝恩典的滋养 诗人用一个十分贴切的例子来说明 他说人的生命就像是一棵树 随着时间成长 种植在上帝恩典话语的溪水旁 才能够真实的茁壮成长 接着诗人他用另外一反例说 那些没有上帝滋养的生命就像康匹枯叶四处飘散 我们用更浅白的话来说好了 诗人表达你要实时勤读上帝话语 思考遵行的人就像是一直受到滋养的大树 而受这个世界价值观影响的人 你最后只能漂流四处 失去恩典的下场 这清楚明白的提醒我们 你的生命建构在什么东西上 你会有什么结果 不过就像前面我们说的 上帝的话是有前因后果 上帝的话是有内涵跟时空背景 上帝的话不能被断章取义 也不是神奇的符咒 念一念就期待他有什么神奇的果效 还是一页一页是神奇的符咒 遇到一件事思义章 大概是没有这种效果的 因为我怕一本圣经不够你烧 圣经是需要让你慢慢的消化 吸收理解 并成为你生命的养分 有一本特别的圣经 这几年被许多人讨论 它的全名叫做 《为英属西印度群岛黑人奴隶严选的圣经段落》 有人称它叫做奴隶圣经 这里面从旧约创世记第45章一口气 直接跳到出埃及记第19章 完整删掉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 最终获得自由这样的片段 然后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提到 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这样的经文一定删除 这种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太危险了 不符合权力阶层的需要 所以一定会从这本圣经里面删除 毕竟如果有哪个奴隶读完之后 被圣灵感动 大发热心卷起袖子 要跟权力阶层斗争对抗 那对于权力阶层来说是很可怕的 十分困扰 结果这本圣经剩下什么 《创世记38章》 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的故事 这很棒 标准经典被卖去之后 尽力的为他的主人做事 无论如何尽心尽力 再来 以弗所述中保罗劝勉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精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这根本就是金句 这对于奴隶的圣经来说 这绝对是金句 一定要放在里面的 这绝对不会被拿掉 很简单你会发现 整个圣经是为了 全力阶层 为了寻化这一群 不容易管理的奴隶 他们藉由上帝之名 来操弄人心的做法 圣经这时候成为了一种 无形的枷锁 信仰成为了全力阶层的工具 类似的例子在初代教会里面 有一个叫马吉安版本的圣经 也是如此 马吉安觉得旧约里面的圣经 太残暴上帝了 太残暴无理 没有爱心了 他几乎对于旧约圣经 是完全不认同 这种结果造成了新约的福音书里面 少了旧约信仰的根基 人们在谈爱 却不看上帝整全的计划 好像什么都说好 什么都原谅的上帝 这是个好上帝 有管教 有处置 会生气的上帝 这不是上帝 可不是吗 许多时候 我们真的 我们说读上帝的话 我们只读经句 我们只看圣经中的名言加句 我们很容易会陷入 同样的错误里面 不是吗 的确 我们生命在经历困难 经历挫折 这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大量阅读圣经 上帝的话 字字片语 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安慰 这是事实 但是就像是我们刚刚在谈情书里面 有一些盼望的重点字句 那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希望之光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些特殊的经文 它都有它的脉络 还有上帝更整全的心意在里面 圣经之所以可以称作 从上帝而来的情书 是因为圣经不是像符咒一般的存在 圣经完整的记录上帝在几千年间 如何带领人来经历它的引导 进入它的永恒之中 是的 许多经文尤其你在看诗篇与真言 常常它都十分的贴近进入我们 贴近进入我们生命的实况当中 它带来许多安慰与祝福 不过当我们越来越强壮的时候 我们要认真的看见上帝的丰富 与进入上帝整全的心意中 这不更是我们应该一起来学习面对的吗 另外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要小心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先读进去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主观 而没有办法注意圣经话语的客观事实 然后做出奇怪的圣经诠释 当然圣经诠释它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许多地方会因为人们对圣经的耐落 不同的理解而做出甚至正反两方意见 决然不同的一个结论 不过更多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清楚的透过圣经的脉络 来看见经文本来要表达的意思 比如马太福音七章八节 凡祈求的得着寻找的寻见 抠门的给他开门 许多人都喜欢拿这段经文来当做 上帝绝对会回应你的祷告 这样的一个肯定的应许的这样一个经文 事实上你在其他的福音书 它可能就只出现一次 在马太福音它出现两次 可以让你做更清楚的对比 你仔细看看它出现在什么地方 一次是耶稣在谈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之后他提出来的 一次是耶稣在看见乌花果树不结果子 他命令树枯干之后他说的 这两件事情都指出那个在上帝主权之中 愿意人们经历他恩典的祝福 却也清楚明白的提出 人们要面对要正式跟上帝之间连结关系 这样的挑战 如果只谈上帝的祝福 没有谈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这段经文就会变得很奇怪 就像是今天我的孩子跑来跟我说 爸爸我要钱吃饭 我就拿给他钱 然后另外一个人跑来 刚刚那个小朋友他跟你拿钱吃饭 来给我钱我也要吃饭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们跟上帝不谈先跟上帝建立关系 我们谈的是他丰富恩典的应许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另外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谦卑 事实上上帝的话语是十分丰富的 就像是一个爸爸对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说话一样 爸爸说的话都很清楚 但是身为一个小朋友的我们 许多时候因为还没有经历过 一时之间听也听不懂 关于圣经我们真的不需要不懂装懂 关于圣经我们有太多需要学习的 也更因为如此我们知道 我们无法停止阅读上帝的话 因为每一次进入上帝话语的时刻 是我们再一次与上帝约会的时刻 也是我们再一次透过我们有限的生命 来认识上帝话语的时刻 所以许多时候我在带查亲的时候 大家会常听到一句话 我会跟你说 就我的理解有这几个方向 为什么 因为我没办法清楚的告诉你 这几个方向哪一个在做绝对的 因为这样的讨论我都觉得很有道理 甚至有时候我会直接告诉你 抱歉这里我也不知道 因为真的上帝的话太丰富了 丰富到我是如此的有限 我认真的追求去理解他去认识他 也在这个过程中跟弟兄姐妹分享 一起来认识他 而说到我们不要不懂装懂 或许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圣经有许多地方看起来是那么的清楚 却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容易理解呢 毕竟我们所在的环境 与圣经所在的环境有许多的不同 不管是时间民族文化 比如当我们在看到初代基督徒 以亲吻当作问候的方式 可能现在有其他国家 他们也有类似的一种 就是他们的生活形态 但是在东方社会里面 这基本上是一个冒犯 也不太妥当 当我们在阅读这样经文的时候 你刚读到你一定会 愣了一下 你会吓到基督徒都要亲嘴 这个太难了 所以你一次今天可能会卡住 没办法理解这是正常的 另外圣经的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 常常有他想陈述的概念跟对象 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在那样的 时空背景中 所以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错乱 到底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 比如有些学者认为 在所罗门他圣殿建好的时候 宪殿建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祷告文 这个祷告文在列王记跟历代志都有记录 他说 主啊上帝啊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 拜在仇敌面前 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祈求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 使他们归回你 赐给他们列主之地 有人会认为所罗门怎么可能会预知 以色列人民会被带走 要带回来呢 所以这时候有学者会认为说 这个应该是在他们整个被驱逐 然后回归之后 回归之后的 旧约的这个编撰的这个圣经编辑者 他清楚明白的 把它编进去旧约经典的时候 特别想要强调 或者是部分增加某些概念在里面 为的是要让这些归回的人 透过这段所罗门的祷告文 来明白当众人愿意转向 面向上帝的时候 上帝恩典的手必然会伸出来 让处在为了列主的错误而流离失所的 以色列众人得到安慰 也更清楚明白 无论什么时候犯了多大的错误 最重要的是只要愿意重新转回 上帝必然带领着他们 也就是这段经文 看起来是所罗门对众人说话 却更是回归之后的旧约圣经编辑者 有人认为是以色拉 想要透过这段经文 对回归之人的提醒 而透过这层层叠叠的理解 今天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就看见了上帝的信实 也看见了历代上帝的仆人 怎么将属上帝的众名 透过经典的传颂 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 谈了两个 我们对于阅读经文难以跨越的限制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十分的有限 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 但是我们实在很难跨越 不管是文化或者是对圣经经文脉络理解的有限中 最后一个更是我们个人的限制 那就是往往一句话 每个人的解读都不同 你一定有经验在那里面 你只是讲一句话 然后别人就生气 莫名其妙 因为你讲的 他理解的可能是不同的 你可能觉得你的心情不是这样 对方觉得是那样 你会发现在我们人跟人的互动里面 都很容易因为一句话的理解而出问题 怎么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那么多一字呢 我常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比喻 我说上帝他把一个几千年前的人 有一天带到今天跟我们一起去跨年 然后看到满天的烟火 很漂亮 然后他听到都是一阵爆炸声 然后烟火很漂亮 他就回去 在他的时代他赶快写下来 上帝带我到几千年后看到了 在巨雷大声响完之后 天上的星星组合成了各种漂亮的样貌 他写下来 你现在听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好你现在后来的人开始在看 这个古代的人的记录 你觉得会有问题吗 会啊 为什么 因为你在看记录的时候 你就开始思想 那个人到底是看到什么星星 会组成各种的样子 然后在看到星星之前 会听到打雷的声音 这到底是上帝的声音呢 还是什么声音 是真的打雷吗 你会发现 当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 关于上帝对当时的人 不论是预言或者是启示 我们其实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理解 那个人到底在记录什么东西 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 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再加上我们每一个人 对每一句话我们的理解都不同 我们的讨论跟对话会有非常多的不同 对于圣经的理解 我们完全不一样 南辕北辞的不同 这真的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可能就会有人说 可是圣经真理 不应该是明白又确定的吗 是 但是我们对真理的理解 还不够完全 这是我们的现状 也就是因为如此 你会发现 基督教在经典里面 我们可能会看到 不一样的圣经翻译本 甚至会有新的圣经翻译本 但是唯一不改变的是圣经经文的原文 旧约的希伯来文 新约的希腊文 都不是以现代语言去使用 而是古希伯来文希腊文来看 就算里面已经有很明显的确定 这应该是当时的记录者或超录者 所写的错误的文字 都不会去动它 为什么 以确保我们在讨论同一部经典 在看上帝所流传下来这部经典 我们在找寻最大对于上帝认识的共识 经典本身不会变 会变的是我们在不断的理解过程中 不断的分析跟理解对话中 来找寻我们对真理认识的一致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 透过圣灵的光照 我们撇除我们的骄傲跟主观 一步一步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或许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道路 但是上帝的话 总是能够在时间的巨轮中 一点一滴建造我们的生命 并让我们经历上帝一点一滴滋养的供应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 在这个长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新的论述出现 但是我们在讨论中 真的不要自以为是 有时候会说出 我现在知道的是比较先进的神学 这种说法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讨论过程中 有新的理解 新的看法 跟旧的理解 旧的看法 不断的对话 寻找关于上帝真理的意义 但我们永远没有谁会是最新的 也没有谁会是最旧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只是在认识上帝的边缘而已 我生命中有一段十分痛苦的时期 大概在我二十几岁 那个时候工作状况还可以 但教会的服事跟就是家庭的一些张力 常常让我自己喘不过气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 我就骑着车往阳明山走 阳明山上有一整段路 晚上的时候它很容易起雾 尤其是飘雨的夜晚 那个雾气更是久久不散 我记得我骑车 骑到山上的一个小桥 然后人就下车 不要害怕我们要做什么可怕的事情 对 我只是在雾气里面 小桥灯光旁 我觉得那是符合我的心境 然后我就下车 把车子停到旁边 然后就坐在桥边 然后打开圣经 来念关于约伯记这段的经文 约伯记这里写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执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神拉在其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我现在念完了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感觉 我当时是一边哭一边念 我知道我没有像约伯那样凄惨 但是上帝的话不只是对约伯说话 他也在对着我说 在有限的时空中 你明白我的旨意吗 你所面对的这一切 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未来你要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要跟随我的带领继续往前进了吗 在浩瀚宇宙中屈身向约伯说话的上帝 刹那间好像同时也在对我说话 我真实的感受到 我没有办法超越上帝的丰富 我的生命实在是太无知 太渺小 我对上帝的信心真的是太不够了 日子起起落落 本来就不容易 但是如果真的相信上帝的带领 这一切发生的 也不过就是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而已 是培育我们成长的养分 也是让我们真实的看见 人是如此的有限 这种真实的经历 我的确无法透过上帝的眼光 看到这浩瀚的世界 上帝如何运行祂的权呢 这其中有黑暗 有光明 有圆满 有失落 但是当我们倚靠上帝恩典带领 我们必然会经历那个超出我们的眼界所看的世界 约伯对于上帝的臣服 我几乎可以说我那一刻好像真的明白 那种你真的看得比我清楚的赞叹 那种早知道就跟着你了的那种感动 这真的是只有生命种植在上帝恩典话语 吸水旁的人 你才能真实感受到 或许你自己读圣经你没有动力 那么就找人一起来读吧 许多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读一读就没有动力停下来 许多人从开始发奋图强读圣经 一进入埃及就再也没出埃及了 有人说因为我有问题都没有人可以问 或者是很多地方我总觉得 他讲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看起来就差不多 如果你有一群兄姐愿意跟你一起来读上帝的话 你会看见超出你眼界的不同 你会经历原来在别人的生命当中 有你不知道的答案 不过在你还没找到别人跟你一起读圣经 没关系 请让牧师邀请你 有问题 欢迎随时来约牧师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上帝的话语是那么的美好 是我们生命的基石跟养分 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孩子去补习 我们甚至自己会去补习 或者是花钱去学习 我们自己觉得不熟悉不好不会的东西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各种挑战 我们总觉得我们要汇越多东西 我们才有挑战力 那么我们在这个建立我们生命 让我们必然活在上帝恩典里面的上帝的话 我们岂可放在一边呢 我们以为我自己不读不看不明白 主日来听讲道牧师讲的好啊 这样子就够了吗 这样子是无法得到足够养分的 圣经是上帝的情书 上帝已经对我们表达了祂的情义 祂已经伸出了祂的手 我们愿意就在这个时刻说 主啊 谢谢祢爱我 我也愿意回应祢的爱 真实的来到祢的面前 愿我们的众兄姐 能够因为生命种植在上帝恩典的话语中 真实的经历 从上帝而来超过所求所想的美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每次主日讲道篇一提到我们来读圣经 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再熟悉也不过的讲道 不过这再熟悉也不过的讲道 却常常扎着我们的心 告诉我们我们还没做到 我们怎么样在看上帝的话 就像看情书一样如此的甜蜜与美好呢 主啊 愿祢的圣灵自己来影响我们 自己来感动我们 自己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在读祢的话语的时候 充满那样的雀跃 也透过祢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愿我们的生命 因为祢恩典的建造 成为众人的祝福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不过这首诗歌来回应牧师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将神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祂的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尽容 免得我得罪尼 免得我远离 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身影 做我驾向前提灯 做我路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花却长存 天地将挥坏 你的花却长新 我将你的花语 深藏在我心 念的 我得罪你 念的 我愿你 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身影 做我驾向前提灯 做我路上的光 我知道今天 透过公圣牧师的信息 有没有你想要 回应上帝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使用 但最怕的就是 你没有行动 你愿不愿意把上帝 给你的信息点开 以读它 回应它 好不好 我们来为我们 今年新的一年 能够真实的来阅读 上帝的情书 能够重新的燃动 对上帝的爱情 我们来为自己祷告 主啊 是的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 面对自己 帮助我们能够 真正的住在你的牢里面 求你让我们这个教会 能够真实的大家有同伴 先从与你连结开始 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对主说 我将 我将你的话语 深藏在我心面的 我喝得罪你 念得我愿意 我愿意 哦主啊 与我倾静 我爱你身影 做我 恰好天地的 做我 路上的光 天地 天地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花却长寸 天地将毁坏 你的花却长寸 我将你的话语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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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 恰好天地的 做我 路上的光 我们请光圣墨师祝导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亲爱阿爸天父的看顾 主耶稣恩典的怜悯 圣灵的大能大力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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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请坐 有需要祷告的胸结可以留在位置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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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